相信天使 我覺得之前 之前比較接觸什麼神啊 佛啊 佛 那個比較多 可是有一個姻緣機會吧 然後接觸到天使的問題 哈囉 我們今天要示範要怎麼樣開聖壇 那為什麼要開聖壇 開聖壇其實我覺得就是 有時候就是你跟你自己 你在做冥想的時候 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 好像是一層 那我覺得他們就只是比較高的頻率 然後我們是第三次元 他們可能就位在第五次元 或第六次元 第七次元的存有 沒有肉體的存有 以前會覺得說 天使好像就是在天際上面 好像很遙遠 可是其實現在認識了天使 還覺得其實 他就在你的身邊 你一個呼喚 今天他就在你的旁邊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介紹 如果要在進行冥想的時候之前 然後要幫自己開一個聖壇 要準備的材料有什麼 用透明的小小的 然後裡面是一個小小的蠟燭 然後我覺得要用大豆蠟會比較好 對 然後蠟燭可以用 最方便的是這一種 對 那也有可以自己製作的蠟燭 去使用 而且他裡面還可以加精油 就是你有喜歡什麼味道啊 檸檬啊 或是什麼鬚鬚啊 雪鬆的精油 你都可以每次的感覺都一樣 避兆不同的形 好 那第一個是蠟燭 第二個呢 第二個的話大概就是 我們的主介物囉 這一個天使的一個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可以去找你自己有喜歡的 任何你覺得 你可以跟天使很好連結的一個 象徵的代表物 對 或是就單純是一張圖片 像這個是拉菲爾天使 對 有些人他可能覺得 羽毛代表的是天使 那也可以 然後或是你覺得 什麼是象徵天使 就是在你的心裡 天使就是這樣 對 那我們剛好有這個 就把它放在桌子的正中間 蠟燭天使 然後再來呢是 石頭 石頭的話就是 就是有很多種的石頭 很多的顏色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 直覺會告訴你 嗯 那我們也可以用左手去 去那個選擇我們要的石頭 因為左手是象徵跟潛意識連結的石頭 那一隻手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 把石頭擺在我們的小小聖堂的外圈 擺成一個圓 或是任何你想要的形狀 對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直接擺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一次的用左手 選聲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閉著眼睛 就有很直覺性喔 不用想太多 那像我們做靜心理想 其實是可能可以補充一些來自天界的一些療癒的能量流到身體 那如果我們身體沒有很乾淨的時候 沒有很純淨的時候 其實是就算下來再多的能量都會吃不了 對 所以為什麼說進化很重要 進化很重要 先把身體一些負能量排除 像是悲傷憤怒恐懼都會製造負能量 那把這些負能量排除之後 如果有一些比較高低的能量下來 我們身體也可以吸收這些營養 比較乾淨的去接受這種好的能量 也比較能清楚知道 欸這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介紹什麼樣的好東西可以清除 身上的一些負能量 對然後或是你在做 開聖堂之前的空間的進化 也蠻重要的 空間跟人都對 對 能量進化的話 最基本的其實就是 負能量的儲微草 財設儲微草 財設儲微草 然後還有可以使用這種 其實進化的方法跟那個 種類有非常多 我們可以選擇你自己比較喜歡的 這是蜜乳炫目 蜜乳炫目 有些人它這兩個畫珠會拿來用點 把它點來 等一下你會示範給大家看 或是像這種 然後像這種木頭的 那種 它可以用來畫你的人形 依照你的人形去畫 去進化 或是這種 對有些人它會習慣性用現香 對 那這跟拜拜的那種香是不一樣的 因為有些人它是蜜乳炫目的現香啊 就是進化用的 我們今天現在來用 蜜乳草了 好 然後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拿出影片 那其實蜜乳草有很多的用途 我們今天只示範在空間的計畫 空間的計畫 那這個是我已經有當使用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蜜乳草放進來 然後把它點燃 然後我就習慣用個木頭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煙太大可以去攪拌一下 所以擦 好 你今天拿大火肌 大火肌 那大火肌有很多種 那我覺得用到最好的是這種大火肌 好 我覺得我可以 因為它活力很夠 我們可以放著一點 這樣可以這樣看 我現在可以 放一點 哇 對就是這種煙 我們在做盛產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安全 因為我們有用到火 對 然後就是你知道 這樣煙的大小 可以再多一點 都沒關係 跟它空氣要 對流 好 它就是像這樣 就把它放上你的聖檀 就是真的開來的聖檀 會整個這樣放 會整個這樣放 會很熱 但有時候請你進化的時候 會 身體會散發寒 你清淡會很不一樣 對對對 因為在排出能量的時候 有時候是 如果你裡面很多很寒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感覺好像 那種 你生病的那種感覺 所以有些人他會在 靜心裡想說 防給溫水 喔 就是可以隨事補充 就覺得我身體需要一些 對 就是水來滋潤 那點燃聖檀之後呢 點燃聖檀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奔本音樂 對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就是 關於 情慢輪啊 或是 可以放鬆它 或是 有些人喜歡聽那種 包包的安眠曲啊 都可以 都可以 陪伴自己的這個 小小的時光裡面 你覺得很放鬆的 不管 那你剛剛說到 麥倫 那麥倫是什麼東西 因為可能很多人 沒有聽過 它是源自印度 對不對 對對對 它其實跟 它是印度的 傳統的醫學 嗯 其實有點類似我們中國的 就是 就是 穴道 穴道中醫 對對對 它也是 我們的中國的缺點是 你其實看不到那些缺點 但是它實際是存在著 嗯嗯嗯 那麥倫也是 它是以我們的 主幹 脊椎這個地方 我們為主 然後 看每一個 就是從 嗯 應該說就是人體 比較大的能量中心 對對對 然後七個 由 下面到上面 有七個比較大的賣物 那其實我聽說 人體其實還有 上百個上千個賣物 不過這七個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 因為它 那麽多個其實它是 分支出去 那最主要就是 這七個 七個 就像那個高速公路一樣 可能從北到南有 七個休息站 它就是最大的休息站 那其他還有很多小的 那我們如果把這七個 清乾淨 或是讓它比較 比較穩固 對 比較完整 讓它不是失衡的狀態的話 身心靈也會比較 平衡嗎 應該這樣講 平衡 對 好 那我們放音樂完之後 我們放音樂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 我們放完音樂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進行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開始跟 天使做連結 那天使連結的話 就我們可以想像一道光 從你的頂輪 就是脈圍來說 就是頭頂的位置 頭頂 擺繪的地方 對 對 然後你可以 其實很放輕鬆的 去坐摺 因為身體會 慢慢的自動調整 它最舒服 可以連結 宇宙最好的能量的 一個知識 那之後呢 可以精心影響 那當然有些人 他說 怎麼辦 什麼都沒感覺到 或是 我 頭一直在 想風想失 我靜雨下來 對對對 沒關係 我們就 從 一分鐘 兩分鐘 三分鐘 五分鐘 這樣子慢慢的 去加 你練習的時間 主要是 讓你自己能 定心 跟 跟宇宙接軌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不在乎 長短 的時間 我們在乎就是 欸 這一個 這一個短暫的moment 你有沒有達到 平衡 跟你跟你自己 好好相處 所以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通常都 太往外去 尋求答案 因為現在很多的資訊 然後手機 所以沒有辦法 停下來 所以你給自己 可以從五分鐘 開始 然後聽音樂 好 可以幫助很簡單的 順彈 然後好好地 去跟宇宙接軌 然後可以想像 比如說 白色的光 像從頭頂 像瀑布一樣 一直沐浴著自己 一切都是意念 只要你的意念有到 其實 不管你有看不看得到 對 一切都在運作 對 就是用想的 對 用觀想 其實它就馬上 有時候我們譬如說 欸 忽然想到這個人 這個人就打給你 對 這就是你自己的意念 對 這就是意念 對 所以要記得 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一直發出負面的意念 對 不要說我好衰 對 可能就是 開始改變那個想法 對 有時候 訓練 讓自己想正面的想法 其實這也可以說 內在的迴路 其實也會改變 對 你可以每天都去想一些正面的事情 然後慢慢的 你就會開始越來越正面 但如果內在雜質很多 一直跟自己說 我很棒 我很優秀 這些其實是不成立的 因為內在還在很雜亂的狀態中 一直塞給自己正面能量的東西 其實 其實你 效果很有限 那就像我們剛剛一開始講到 我們先把內在的雜草啊 先用一些 先清理掉 先清理掉 就像負能量 悲傷 憤怒 恐懼清理掉之後 在上面種下一朵 美麗的花朵 對 我覺得我們人就像一個 一個 一個 想像是一個小豆苗 小豆苗 對 那它很 那個根很深很深很深的 比如說那個樹幹 它長的樹幹或職業就會非常的茂盛 所以有時候 我們 有時候就是 在做冥想的時候 那 最好可以腳 刺腳 刺腳 踏在地上 然後想像你自己 就踏在一個 就地球 母親的一個 懷抱裡 腳踏著 踩著草地 那你會更 放鬆 更 更連結到 更穩定 更穩定 更連結到這宇宙的 一些 光 一些愛之類的 對 或是你覺得 沒有啊 我覺得我也是很正常 對 你只要感覺腳踏著地 嗯 你就被療癒了 嗯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地球 要腳要踩得很深很穩 那就像樹根一樣 它 扎得越深 它其實它的樹 可以長得越高 那樹就像我們的 靈性一樣 如果樹根 就像我們在地 我們的物質宇宙來說 我們的健康啊 工作啊 感情啊 金錢這些東西 我們這些東西都要去體驗 然後要去 要去破關 以破關來說解釋的話 這樣把它一個一個去徹底的經驗 體驗破關之後 我們的靈性的樹其實也會長得比較茂盛 可以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是我覺得我真的不能這樣超窄 就是我的肩膀 然後覺得整個狀況都是 好像也被卡住 嗯 就是上不上 上不上 下不下的感覺 堵在肩膀這邊更明顯 然後我覺得脖子真的有腫起來 嗯 然後後來 我就去泡溫泉 嗯 就是 只是泡的那一瞬間 就是幾 可能十分鐘 你會覺得 哇那種 手開始麻 然後覺得你的全身 通了 嗯 對就是像狂溫泉也是很接地氣 然後 把濁氣排掉 有一些人他喜歡去海邊 嗯 對 然後我也去爬山 其實常常去戶外 讓 跟 那個就是 嗯 外面 就是人物外的那種大自然的 能量 其實它會 調整你 調平 對 讓你的頻率 回到很原始 因為高跟低 震動震動 就會回到 我們本來是低 就會被高的震動 比較高一點 對 但是還是 這個也是 一種方法 但是我覺得我們自身 不要再製造出負能量 就更好 我們一直製造 它其實很快 又會從那個 對 中高頻率又降回原本的 所以 我們平常怎麼 排負呢 喔 負能量 就是 常常來 自己定心靈想 把每一天 每一天呢 除了洗澡以外 把身上的髒物洗掉 其實每一天 心靈的 心靈的那個 精化洗澡 洗澡也非常重要 我們就可以 開聖台 對 五分鐘十分鐘 也可以 然後你可以 可能跟自己講說 今天的事情 心情的問題 你可以透過 這種冥想 你會有更好的答案出來 嗯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嗯 好希望大家 今天五分鐘開始喔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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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